在今天東北季風增強了 許多朋友都會感覺到 第一個溫降的幅度明顯 不過這只有在桃園以北 新竹以南的朋友 這中午還是溫度偏高 像中南部高溫一樣 是在三十度以上 可是北部就涼稍稍的 中午的溫度 都只有在二十多度而已 但是第二個 海邊的陣風都明顯的偏大 所以今天在海邊城鎮的朋友 騎車特別有感覺 那我們就來看什麼 來看看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 第一個 先注意到 今天最涼的地方 在天亮的時候 溫度狀況 持續維持在二十點七度的 就在淡水了 到了今天下午的溫度 仍然維持在這樣的氣溫 所以整個東北風的增強之下 北部的天氣是一個涼稍稍的感覺 今天晚上仍然涼 而且有點偏冷 那到了南部地區的暖 到了高雄 今天中午的溫度 在觀測資料上面 到達了三十一點六度的高溫 你有沒有注意到 南北的溫度差距非常的明顯 再來風力的部分來說 臺灣本島的風還不算大 最大的地方在蘭嶼 陣風達到十三級的陣風 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在強東北風下來的時候 我們臺灣附近海邊 跟包含外島地區的陣風 都明顯偏大 那今天雨量最明顯 就在晴天岡 陽明山的晴天岡 雨量的部分 在一百五十毫米的降雨 這樣的天氣狀況 在禮拜四 禮拜五仍然是北不涼 南不暖 週休假期冷空氣要減少了 氣溫要上升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整個雨量圖了 從雨量圖上 我們可以注意到 整個降雨狀況 主要在迎風面的北臺灣地區為主 尤其在北邊的陽明山地區 東北角地區 跟包含宜蘭地區 花蓮以南 只有雲層量多 西半部地區 全部都是大太陽的天氣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正在東移 帶進來強的冷空氣 南邊的颱風系統 正要進入到旅宋島 上來的水氣發展 使得我們的東臺灣地區的局部 震雨狀況明顯 不過今晚到明天天亮 說要注意外海這邊有一些對流雲 帶進入的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強的降雨狀況的機會出現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面天氣圖了 第一面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的東移當中 今天晚上這個高壓帶進來強冷空氣 所以溫度狀況仍然是偏低的 尤其今晚到明天清晨 甚至北部海岸線 有機會低於二十度以下的低溫 再來我們看看路徑圖了 颱風的路徑圖上可以看到 未來進入旅宋島 在今天晚上 到了明天下午就在南海了 接著會逐漸的往海南島 南方的海面前進 對我們來說 這個系統沒有直接的影響 有間接的影響 就是它拉上來的水氣 使得東半部地區會有震雨的狀況 接著我們就來看天氣了 溫度形態來說 在北部地區明顯的還是偏涼 有點冷 中部地區的日夜溫差大 南部地區也是騎那好天氣 高溫三十二 東半部地區的雨 在花蓮以北比較明顯 外島地區的馬祖有點短暫雨 金門跟澎湖多雲時期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南來北往溫差大 往北走要被外套 海邊風大騎車的朋友要注意